新年即将来临,近日,北京台春节联欢晚会现场合影曝光,现年57岁的宋丹丹带着眼镜和一件黑色美容服现身,看得出来,前不久刚做奶奶的她,心情很是不错。 百忙之中,抽空来看过儿子与儿媳的表演,儿子也动情地走向观众台,与母亲宋丹丹神情拥抱。 说到宋丹丹,大多数人心里肯定会想起赵本山小品里的那个,老是拆赵本山台的奶奶,宋丹丹在这个小品里的形象实在是太经典,以至于现在过了这么多年,一身雕皮大衣的老奶奶,也就只有她能驾驭这个角色了。 这个活泼开朗的老太太,每次看到她都是笑容满面的。 虽然宋丹丹很久没有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,想必很多观众一直到现在到现在,都还记得,她与赵本山本山大叔精彩表演,每年春晚都成为大家清津乐道的一个舞台CAP。 虽然只有57岁,但宋丹丹透露出自己见汪的事情,还记得在天天向上的一集里,汪涵还玩笑似的,谈到了痴呆症。 宋丹丹丹突然说,我现在就有痴呆症了,主持人们都很惊讶,以为她在开玩笑。 她补充说,真的? 但没有人能相信她说的这句话,宋丹丹直截了当的说,我现在每天都吃霸片刚睡觉的药。 但刚吃完药就转过身去身边的人,她是否吃药了,这种症状偶尔出现。 于是,大家都安慰宋丹丹,其实这种减旺的情况谁都会有,也然能一把。 后来宋丹丹说,我觉得这种病也是有好处的,她母亲去世前也有这种病,她忘记了过去所有可怕的事情。 因此,她会非常爱她的丈夫,回到她的青春时代,只留下最美好的东西在记忆里,宋丹丹开玩笑的说出来。 事实上,老年失败不仅有记忆障碍,而且还出现失语症,失用,失热,所以,宋丹丹似乎有点太担心自己了。 虽然她在年轻时的感情经历了曲折,但后来遇到了现在的老公赵玉吉,不仅犹犹丹丹有能力,也很是爱护妻子,对宋丹丹来说,两人的日子过得和美。 宋丹丹的感情坎坷,失业顺利的她感情确实相反,虽然我在荧幕中或者采访中看到的她,都是笑嘻嘻的,暖暖的爱意形象。 同时也乐于助人,也是赵本山的好搭档,她的演技高超综艺潜伏高超,舞台功夫扎实浑厚,可以称得上是老艺术家,在圈中的社会地位也特别高,受到了大众的尊重与爱戴,祝愿她老人家身体安康,和家人和和睦睦共享前轮,免责声明,图片来源网络,千山,文维作者原创作品,禁止。